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理由晚上这点时间 录一个小的案子 这个案子比较小 先说一下尺寸 整个长度是11米 宽度大概是5米4 5米4这么一个样子 虽然说这个院子比较小 但是这个院子非常的复杂 情况还是相当复杂的 我过会儿大概所绘一下 整个院子大概现状的一个情况 首先这里面这个位置 是进入它庭院的一个入口 进入它庭院的入口 然后途中的这三个圈 就是地下一个雨污水 雨污水的一个检查井 然后这个位置 这个长条形的是楼梯 是一个楼梯 然后像这个就属于建筑上面 凸出来的一块 建筑凸出来一块 然后这个位置是楼空的 楼空的 还有这个位置也是楼空的 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是 比如说它的两侧都是石墙 两侧都是石墙 但是这块是栅栏 隔山 大栏隔山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这块区域 然后这个楼梯 它这个院子 现在的一个情况是 是啥呢 就是它这个一楼 这个业主的居住 它的房子是在二楼 是在二楼 所以说这里面 基本上就不需要太考虑 太考虑它从室内 看出来的一个效果了 这个笔不像水 稍等一下换一句 所以说基本上呢 就不需要考虑太考虑 这个从楼顶上看下来的效果 当然多少呢 也稍微带一点点 然后这个一楼 是它楼下的邻居 也就是说 它这个院子实际上是 在楼下邻居的 这个前方的前边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围墙 然后这边是门 门的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也是一个 一个墙 然后这边呢 它是有一个门的 它这个地方是开了一个门 然后从这个地方下楼梯下来 下楼梯下来 所以说它整个院子里面 目前呢 就是基本上 没有什么私密性可言 或者说对于 因为人家这边是采光 采光的窗户 所以说你不可能 这边我给它种 而且它这个院子也比较窄 刚才我说的五米四这样子 比较窄 你也不可能说通过绿化 什么的形式 说把这个进行维和 因为它这一排 就是这个 这个一排全部都是窗户 这个地方是卧室 然后是卫生间卧室 这个是卧室卧室 卫生间 然后这边是客厅 这边是客厅 所以说这一排全是窗户 基本上 对于这个院子来说的话 它就没什么可 隐私性可言 隐私性可言 再一个呢 就是相互之间 还要考虑到这个邻里关系 对吧 你不可能从这边 我给它砌个井墙 或者干嘛的 你砌个井墙 对于像这么小的一个 对于这么宽的一个空间来说 你砌个井墙的话 势必会造成整个这边空间 它的一个不太可利用性 因为你主要这里面呢 业主需求的 要说我这里面 首先先把业主 它的一个需求 罗列一下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要一个凉亭 这里面要一个凉亭 然后喝茶用的 喝茶用的一个凉亭 简单化一下 这么一个小凉亭 里面呢 可能就是放个这种成品的 成品的柱椅座凳 对吧 放一个成品柱椅座凳 在里面喝喝茶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要有个小水井 要有一个水井 比如说有个小碟水下来 跌在这个水井里面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要有一块菜地 要有一块小菜地 后期呢 可能比如说前妻 父母喜欢种菜嘛 父母喜欢 可能种 可能种一段时间 不想种菜了 那么可以再把它换成 种绿植都不影响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要有一个 户外的这个烧烤区 吃烧烤的区域 那么这里头呢 由于这个空间有限 那么我就直接 给它定义为休息卡座 像这样的话 休息卡座是比较省空间 可以 因为像这种休息卡座的话 它是可以跟 比如说种植池啊 景观相协调搭在一起 这样来做 就比较省空间 然后第五个呢 就是要有一个 大面积的铺装 要有一个大面积的铺装 因为平时可能 星期是星期天 家里面的一些亲戚啊 干嘛的 回来对吧 可能家里面 小朋友也比较多 来的小朋友会比较多 所以说需要一个 这种在田园当中 奔跑玩耍的 这么一个开过区域 那么再有一个 再有一个点呢 就是它这三个 三个油水井 需要考虑 需要如何去把它隐藏掉 那么这里面 对于像这种小的田园 这种小田园来说 你不可能说 我把它隐藏在绿化里面 这种是不太实际的 那么唯一的 就是要么 还是我之前说的两种方案 要么把它隐藏在铺装里 对吧 这个井盖 等于说跟这个铺装的材质 相统一 对吧 相统一这样做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井盖上边 井盖的上方 到时候铺上这个卵石 铺上卵石 这样也把它覆盖 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也可以把它放到草皮上面 上面铺一层薄薄的土 薄薄的土 等到后期 就上面 然后种这个草皮 等到后期 可能比如说 一两年 这个油水井 可能才用一次 对吧 才检修一次 那么就把上面的草皮 给起起来 那么这种呢 可能相应来说 破坏的程度要大一点 所以说呢 尽量不用这种方法 还是用这个铺装和卵石 这两种形式来做 然后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里面 不得不考虑的 对吧 这个地方是隔山 这个地方也是隔山 那么这两块区域 它的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它的这个 隐私性 相应来说就比较差 我们这两块区域 可能就需要 给它通过一些绿植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 进行一个维和处理 维和处理 然后其实最要命的 就是这个楼底下 它全部都是 这个这个一楼的玻璃 采光玻璃 对吧 那么这个里面 这种私密性啊 包括采光 你也不能对它遮挡 还要考虑到里面的私密性 主要是 一个是它在庭院当中 活动的一个私密性 再一个还要考虑到 人家这个楼下邻居的 一个私密性 那么对于 五米宽的 这么一个小空间 想保证两方的 一个私密性的话 就说实话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因为你做高的东西 就挡到里面的采光 你做矮的话 那么可能 这个这个 它这边的活动空间 又不够 对吧 只能说 中和一下 中和考虑 中和考虑去进行 进行一些软处理 然后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刚才我忘了 忘了练 就是第六个 它要一个洗菜池 洗菜池 那么这个呢 肯定经常看我视频的 或者说 就即便不是不看 之前没有看我视频 也清楚 对吧 这个洗菜池 肯定是跟菜地方 要离得近一些 因为毕竟这边 拔完菜 上面有泥土 我就就近 有个洗菜池 直接洗一洗 对吧 我再拿到刷口去 或者说 开始拿到屋里去 拿到厨房 都是比较方便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一路 这个泥土 对整个庭院 也会造成污染 那么行 我这样的话 基本上应该 各位网友 应该清楚 这个案子 它的一个实际情况 所以说 为什么这个小院子 这么小 我还要把它拎出来 拎出来单独这个 讲一讲 就是因为这里面 里面的东西比较多 比较有意思 像这种庭院 虽然说它小 但是为了考虑到 整个庭院当中 它的一个景观性 对它里边 还要有一颗造型黑松 还要有一颗造型黑松 就是要有一颗 小的造型黑松在里面 就是相当于银客松 相当于银客松 那么肯定是在入口这块区域 或者说是在 它的凉亭的这个区域 对吧 那么这里面 我们就开始设计 或者说 我讲解一下这个案子 我是怎么考虑的 因为这个案子 其实我都已经设计好了 我已经设计好了 其实录这个视频 就是一个讲解 大家相互学习 就是了解一下这个案子 了解一下案子 这个是它的一个 进入庭院的入口 然后这边是进入 室内的一个台阶 对吧 然后这边就是 它楼下一楼 一楼邻居的这一排床 那么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 这里面的几个 这里面其实最大的两块 还是这个凉亭和超考区 这两个区域 相应来说 占的空间比较大 当然这里面 还有一块区域 就是开场一点的空间 开场一点的这个场地 这个场地 也需要在这个空间里面 把它给做出来 把它给做出来 当然这个场地 可以跟烧烤相融合 然后这里面 这几个油水井 也是需要在我们 这里面规划范围内 怎么去把它合理的 融入到整个空间当中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它这边的洞线 那么我们首先先分析洞线 对吧 那么这个台阶过来 这个台阶下楼梯 下楼梯过来 之后肯定是到达这边 这个出口 所以说这个洞线 基本上如果说 最省空间最近的 那么就是这个洞线 直接直直的过来 然后再一个 就是说 我这里面需要有一个梁亭 那么这个梁亭的话 我到底应该放哪 是放在这个地方 还是放在这边 但是肯定是贴着它 这个外围的围墙来放 肯定不能贴着这边 因为这边就是 人家一楼的这个床户 你不可能贴着人家床户 在这边建一个梁亭 对吧 那么肯定是南边这一排 那我到底应该放哪 放在这个中间位置 还是放在这边这个角落 作为它的一个竹井 竹井景观 你不管是 你这个竹井景观 放在中间的地方 不管是坐在院子里面 哪个区域 因为它这里面 是有两个主要的一个点 一个就是它的梁亭 再一个就是户外烧烤 那么这两个点的话 都需要有一个景观 虽然说院子小 但是如果说 我把这个竹井观 放到这个角落里面 梁亭放在这 那么可能烧烤区 就没有地方放 一个是烧烤区 没有地方放 再一个就是竹井 竹井放在这个位置 它这个相应来说 受众就比较少 受众比较少 而且它是藏在 一个这个角落里头 那么我从这个门一进来 我肯定是往这边走 我不可能说是往这边滚 所以说这边这个竹井 如果说放在这 那么可能它的这个 观赏性效果 包括整体的一个迎宾感 就没有那么强 所以说这个竹井 我们还是放在这块区域 但是这个竹井 只能放在这边 你靠近这边的话 这个这边 它的这个通道位置 空间又不够了 对吧 空间通道位置又不够 所以说这都是需要 考虑的一个点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是先 把里面的步道给它做出来 那么楼梯下来 对吧 楼梯下来 我们靠着它这个前面的围墙 它这边大概还有一个 一米六的一个距离 靠着它围墙呢 我们给它留一个 三四十公分宽的 一个种植区就可以了 三十公分种植区 这里面主要是 做一个绿化种植 使得整个这个下来 最起码这个面 最起码这个面 不至于那么的呆板 最起码它这个围墙 比如说像这边 这边是它的一个围墙 对吧 我稍微把它画一个透视感觉 然后它这个地方 我给它种点木贼 下面再种点其他的 一些小花花木 最起码这个面 它看上去是比较有意思的 有生意 而且这个区域 也是给它稍微种一点 或者说这个区域 我干脆给它种点爬藤 种点爬藤类植物 种点藤本月积 或者说是强卫 对吧 给它爬上去 使得这边 它的有一定的私密性 但是它又有一定的偷气感 它不是说像这种石墙 是完全气死 完全气上了 这种可能它就差点意思了 但是这边 我就给它还是做成通透的 那么就是靠近这块区域 我们给它种点 比如说种点木贼 然后在这块区域 就给它种点爬藤类植物 然后这么来做 然后紧接着 就是这块区域 我们要给它做 作为主景区来使用 作为主景区来使用 中间这块区域 如果单纯只是做水的话 那么可能相应来说 它这个院子 因为它的左右东西 我们暂且把它当成东西走向 对吧 东西走向 它这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 还是可以 有个11米的 那么一跨度 所以说中心区域 我需要给它有一个主景 做一个主景出来 然后同时 这个主景结合水景来一起做 其实一开始 我这个水景 我是打算放在 因为这个位置 我是准备要给它 做成一个凉亭 这个位置放一个凉亭 在这个地方 比较合适 凉亭我是想跟水景搭配在一起 但后来院子觉得 这个水景还是要往 室内方向 室内这个方向来 所以说 我们这个水景 还是要往 这个建路方面来流淌 然后边上面 我们就给它搭配一颗 搭配一颗主景 主景是不是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里面 就给它种一颗红纷 这位置我们就直接 这么来做就行了 这个地方给它 弃一个种植池 这个种植池不需要弃高 它就是跟这个路面一样平 然后这位置 我们就可以给它种一颗 种一颗主景玩水 然后这个边上面 边上面还是作为水池来使用 靠近墙上面 我们就可以给它做碟水了 这块区域给它做碟水 整体这一小块的空间感觉 我大概画一下 要不然有些网友 可能还理解不了 是吧 这样 然后这就是水面 然后过来 这个位置就给它种一颗红纷 下方可以给它再动点 其他的小的花灌木在里头 动点眼睛草什么的 在底下都可以给它垂下来 然后靠近这一个边 靠近这个边墙上面 我们可以给它再做的有意思一点 比如说整个这一块 我给它用一个岩板 或者说我这个岩板中间 我再给它嵌一个橘红色的 就这种更现代一点 嵌一个橘红色的这种钢板在里面 然后在这个钢板上面开口 从这里面跌水下来 当然这个里面就是根据业主的希望 我这个水可以跌的高一点 当然也可以跌的矮一些 跌的矮一些 我可以做一个小的 做一个矮一点的水 就让一点点潺潺溪流 这样跌下来 因为这里面如果说太高的话 可能会对一楼的业主 有这种噪音上的污染 就是这么一个考虑 这边就是水井 然后像这里边 还可以再给它种一点点小的水莲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水增 植物在里头 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这块 它整体的一个水井景观的感觉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我们这边这块 我给它做一个凉亭 整个这个凉亭 我们也不需要说给它做的 做的有多么的这种宽 实际上这个整个这个场地里面 比如说我先把里边的这个茶桌 或者说是这种休闲座凳的大小 给它画出来 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对 其实它这个这种传统一点的 从传统一点的休息 所以它对这个场地的需求 的要求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就可以 把这个空间给它把控住 比如说这个位置 我们就整个这个宽度 给它做个两米六就足够了 然后整个这个场路 就给它做一个三米多 做一个三米多 多的一个空间场地就行了 我们这个这块区域 可以把它抬高 抬高个十公分 抬高个十公分来使用 然后像这块区域 我们离于这个入口的地方 我们还是用这个历史 给它收一个小边 收一个小边 显得精致一点 然后还有它这个凉亭的底下 这块区域 就靠近门的这一面 因为这块空间就很小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做一个隔山 做一个隔山 其他的区域可做可不做 比如说像这个位置 我们也可以给它做一点 也可以给它做个小隔山 这里面就是主要是考虑到 这边它的一个 因为这边是下面一楼邻居家的窗户 那么可能会对这边造成影响 那么这块区域 我就给它做个小隔山 就是这种凉亭 现在的凉亭一般都是 现在都是铝 都是这种 刚垢的 刚垢 然后铝制的 有这个凉亭 简单化一下 这大概是凉亭的一个 一个空间效果 然后在它这个侧面 就是直接做成这种隔山 然后像这边也给它做一点 做一点 那么像这个凉亭里面 它这周边又是都是墙 它就维和感觉比较好 维和感觉比较好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入口的门 这边是入口的一个门 对这个凉亭 它也没有什么影响 对这个凉亭也没什么影响 相互之间有这么一个隔山 在上面进行一个分割的话 会使得这个空间 它的这个私密感 会更加的好一些 然后像它这一侧的区域 我们就可以带给它 种个小的造型黑松 就在这个区域 那么离这个建筑 因为它这块是属于卧室 所以说它不是那种大的落地虫 而是有一个90公分高的 就是下面的一个城台 那么这块区域 我们就可以给它种一颗造型黑松 而且造型黑松 它本身的这个灌服 包括这个就是也不是很高 就有一颗小的就可以了 那么所以说对这边 它的这个采光各方面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而且有一颗小的造型黑松 住在这地方 对这边它整体的一个景观也好 或者说它的这种私密感也好 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好处 然后下面就是肯定造型黑松 对吧 搭配一点这个景时 景观景观调室在下面就可以了 像这块区域 我们可以适当的再给它 堆一点小地形 对吧 堆一点小地形 然后这个在在这个地形上面 再给它种点其他的 比如说下面种点福家草 啥啥的 就在这块区域对吧 给它种一颗 然后下面呢 搭配几块景时 就是这样 这样来处理就很好 那么就是这块区域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处理 我们来处理 还有它这个楼梯下方 在它这个楼梯下方 有一个储藏间 那么这个储藏间 我们还是需要有给它留一个 这个留一个步道过去 留一个步道过去 那么这个步道的话 就是我像这个里面这个空间 我如果说把这个休息区 是这个烧烤区 放在 就是还剩下来这两块空间 我如果说放在这入口这个地方 显然是不合适的 就烧烤区放在这 肯定是不合适 对吧 那么烧烤区唯独 就是只能放在这 像这块区域呢 就是作为入口这块区 就作为刚才提到的 这个儿童活动 儿童活动的 这么一块大铺庄的区域 那么像整个这个铺庄 我们就需要给它 看看怎么去处理 首先呢 就是靠近它楼梯的这一面 我们干脆 给它做一个对景 对景景墙 对景景墙来使用 把这个面给它封上 然后这边呢 给它留一个小门 留个小门 主要还是到达这个楼梯下方 它的一个储物间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给它做休息卡座了 这个区域 我们直接 给它设计一个休息卡座 这个卡座的后方呢 还是给它做一个靠背 这个靠背 我们适当的可以给它做高一点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是正负零 然后像这个座椅是0.4 对吧 我标高给它标到0.4 然后这块的标高呢 我们可以给它标到0.9 这个靠背 直接高度给它做到50 或者说做到60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 在这边 这个就是吃烧烤 或者说喝茶聊天 干嘛的 这当然这边也是喝茶 这边可能也是 可以在这边休闲 比如说我这里面也可以 给它放这种成品的桌椅 就是跟我之前 做其他那种案子相似 对吧 放到这种灵活的 在这个区域 它后面有一个 这个座椅靠背在这 人相应来说 坐在这个位置 坐在这个区域 会这种私密感 会比较好一点 私密感会好很多 但你如果说没有这个靠背 或者说我这靠背比较 就直接你后背 就交给一楼的这个业主 这样坐在这个位置 也是很奇怪 所以说这是靠背 它的一个作用 一个作用 然后紧接着 我们这个后边 就可以给它做一个路 就直接给它做一个路 过来就行了 对吧 在它进来的这块区 给它借一个小的反送平台 然后离人家建筑 边上面的 我们也是给它 比如这条线 给它拉折 离它建筑的边上 给它撒一些这种卵石 然后在它的前边 再做这个绿化中指 这样来做 就显得比较精致 而且也比较讲究 也比较讲究一些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就需要 把这里面整体 它这个空间 空间分割一下 就是我这里面 整个这一块空间 那肯定都是硬化 都是这个硬质空间 硬质空间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面 就需要把它这个节奏 给它找一找 比如说像这个入口 移民铺装这块区域 我们是给它铺设 比如说灰马 对吧 铺设灰马 像它这边上边 就直接黑色卵石 直接铺上来就行 像这个水井 因为它的周边 就没有什么 这块都大面积的硬质铺装 硬质装 就是这块 我就不给它 做这个卵石周边了 如果说再做卵石周边的话 就势必会造成 整个这个水面空间 进一步的缩小 这里面就是为了省空间 而且像这么小的水系的话 我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区域 我全部都给它做成木铺装 这个区域全部移过来 全部都做成木铺装 这样来使用 那么我这里面 就可以买一个进化系统 或者说过滤石 直接藏在这个木铺装的下方就行了 而且呢 这一整块木铺装 也比较 能够轰托出 整个庭院 它一个温馨的感觉 这样来做 就是整个这一块 全部都给它做成木铺装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这边这块空间 这个步道 直接一直延伸过来 就这边 比如说我这个里面 我这里面是用的是灰码 那么我这块也是给它用灰码 如果说这块用白码 这块也是 一样的道理 就这块我也用白码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干脆也是用这个白码 或者说用这个浪头砂 用浪头砂的材质 就给它区分一下 因为这块 或者说用轻石板也可以 因为毕竟这块是喝茶的区域 对吧 但是它这块 于下面地面 于这个木铺装交接的地方 我们就要给它 做点小文章在里 虽然说这个空间小 内容多 但是我们这里头 内容还是要做的精致一些 比如说整个这下方 我给它往里面收 往里面收 使得整个这块空间 它是悬浮起来的 但是下方就是 是空的 可以到时候夜间 装这个LED线能感的地方 画一个泡面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就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这边 这个地方是正乎零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零点一 对吧 零点一上来四公分 上来四公分 然后下方就给它 抬高出来一点 收个边 收个边来使用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这块区域 是不是 整个这个空间 包括这位业主 它一个需求 包括里边 它的这些油水井 油水的检查井 就全部都满足 然后我们这块区域 这块小空间 就足够 夜汝在这边种菜 因为它这块窗户是 它有一定的高度 从这个 这个楼下邻居 从这个室内看出去 它这边的对景景观 也是非常好 所以说在设计的时候 我也同时照顾到 一楼邻居 对吧 一楼它的邻居 从室内看出来 整体的一个景观感觉 对吧 一个景观感觉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菜地 放在这个下方 放在这个下方 也是不影响 整体它空间的一个景观 对吧 然后像这个位置 它这个窗户 因为这个夜汝 它没有把这个窗户的尺寸给它标上 我看它发给我的现场图片的 这个位置 就是窗户的边线 于这个突出来的这个墙 突出来的墙 我大概放一下 它这个空间 这个位置就是突出来的那个墙 然后这边呢 就是它的这个窗户 这边是它的突出来的窗户 像这块区域 还有一个小空间 就是离这个墙边 有一定的距离 那么这个位置 我可以给它放一个洗菜池 当然就放一个单独的洗菜池 可能如果说边上面 再给它拖一个这个 搓衣板那种的洗菜池 可能就不够了 关键就不够 这个位置 我可以给它做一个听步过来就行 也不需要说这个铺装扑过来 或者说我这里面 可能做这么一点小铺装 显得有点小气 我可以把这个铺装 稍微加大一点 稍微加宽一点 也都行 这里面就是 有可能 首先我们先是满足实用 对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去考虑到里边 它整体的一个协调 首先是满足功能上 然后是满足景观上 有时候我为什么说 我明明这么小 比如说我这个听步 可能就是40公分 或者说是30公分 这么一块小的听步 就能够满足功能上的需求 但是我为什么要把它加长 是不是浪费 但是这里面就是通过不同的推敲 或者说取舍 去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因为这块区域 它就是离林匹家的建筑比较近 所以说下面的一些花冠布 我就不给它整 这块就全部都给它拆地就行了 后期它如果想中的话 可以给它中一些 然后这边 因为是一个造型黑松 作为它的一个主景景观 所以说这里头 就其他的律师就不中了 不中了 因为正常的造型黑松也好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像这种都属于 相应来说比较名贵的书种 一般都是唱独角戏 很少说去跟其他的一些 这种小官幕再去搭 那样的话就拖不出来主角了 拖不出来主角了 其实那么其实这个案子 做到这里头 也就差不多了 其实像这边这个景墙 就是它这个楼梯 楼梯这块这个景墙 这个区域 我是要给它做一个高一点的 相当于背景景墙 比如说这块是它的 修起卡座 对吧 这块是它的一个修起卡座 然后这边这个景墙 我们就可以给它 做的有意思一点 比如说这块区域 直接给它做个小的B灯 在上面 然后这边就全部 都给它做成木质格栅 这个格栅可以用成横的 就不用竖的了 因为它这个楼梯 楼梯它的一个走向是这样 我如果说做成竖的话 可能会显得这边这个墙显得过窄 但是我如果说做成横的 那么就会显得空间拉伸的比较大 拉伸的比较大 看起来就更加的舒服一些 然后像这个上方 我们就可以再给它做一些这种小的置物格 在上面摆的小痕景 也是比较文心的 比较有意思 然后像这边边上面就是这个步道 就是进入到楼梯的步道 然后这块去就是木户庄 木户庄 然后这边有这个 一棵景观树 然后这边有着叠水水井 这就是整个这块空间 然后上面这是楼梯 对吧 楼梯下来 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整个空间 其实那么这个案子 其实做到这里面 就已经做完了 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就能够 满足这个业组 它的一些需求 而且同时 这个相互之间的影响 当然互相之间肯定 你不可能说做到完全的这种相互独立 对吧 你除非院子我比较大 我这边给它动点绿 只是后边这个 或者说这个位置 我直接给它起一个比较高的景象 那么就可以完全的 使得这个空间独立出来了 但是这个场地才5米多 空间不能起的太高的话 这边采光是肯定受影响的 对吧 而且这块即便采光不受影响 你这块起一个比较高的墙 人家从室内往外面一看 哎呦我他 一个比较高的墙 人家看起来也是不舒服的 就有个东西堵在这 人家肯定也是不舒服的 对吧 所以说要综合考虑 从人家的这种感受上面 就是我们身临其境的 我作为一楼的业主 对吧 我作为一楼业主 我这地方我起一个高的墙 我能不能乐意 对吧 你要是你自己都觉得接受不了的话 那么肯定这个东西 是不能这么做的 对吧 行 那么这个案子这样做完 就差不多 我接下来呢 就把里面整体的颜色啊 给他上一下 首先呢 哎呦不是这个 首先先把里面的这个阴影部分给他画一下 哎呦我的这个 拿一下 拿一下 应该这个还有点水 首先先把这里面的围啊 这棵竹井弯树 对吧 这边也是 当然这造型黑松也算是竹井弯树 把它画一下 然后这边的水井 有一定的阴影 像这块这个围墙的阴影 我就不画了 要画的话 这个就乱套了 然后这边的井墙阴影 我要把它画一下 这个井墙是高的 然后这边是相当于修计卡座的靠背 它这个就比较矮 然后这个修计卡座 这块区也有阴影 把它画一下 包括这个成品的桌椅 对吧 成品桌椅的这个阴影部分 画一下 这样的话看起来更加的立体一点 像这个洗菜池 对吧 洗手池 这个位置 要给大家坐一下 这个洗手池 放在这个位置的好处呢 就是这边正好也是烧烤区 对吧 我在这边过来洗手 也是非常的方便 也是非常的方便 其他的区域 说实话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摆放的地方 当然如果说这个 可能就直接是贴着一楼 一楼它邻居的这个墙 如果说不乐意的话 那么这个洗手池只能放在这个区 其他的地方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放 那么像这边的话 就给它稍微涂一点点 像这个紧实 对吧 可以紧实 然后这个座椅的话 我也这个座椅我也给它换一下 画一下 把它的阴影给它画出来 整个这个案子 其实这样画完的话 它的整体的一个阴影的 包括整个空间的立体感 就出来 当然这个凉亭 凉亭我就不画了 我就要画的话 这块地方就涂起来 然后下面我就把整体的颜色给它上 首先呢 还是先把里面的木服装 木服装的去先给它涂上 木服装是暖调子 对吧 整体的 整体都是暖调子 这样一上去之后 这个冷暖关系对比 立马就出来了 其实像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特别是对于颜色的把控上面 就是说 没有一个绝对的冷 没有绝对的冷色 也没有绝对的这种暖色 它就是相互对比出来的 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凭感觉 就是凭感觉 有些时候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它可能不单单是从这个材质上面的考虑 还有就是整体它一个功能 冷暖关系调和的一个考虑 然后紧接着呢 就是这边草皮 对吧 这边草皮 我们把它的这个颜色 之后下方呢 就直接种草皮就行了 或者说啊 种点这个玉龙草啊 对吧 就是矮埋冬 基本上玉龙草其实就是矮埋冬 我觉得啊 这个把它把它种起来就行 然后这个菜地呢 我们就选一个深颜色的 这边就是多数菜地 这边直接作为菜地来使用就行 后期比如说这个老人家不喜欢这个种菜了 对吧 我又开始喜欢种花花草草 我能够直接把这块改了就行 对吧 直接改了 改种花就行 然后像这一块区域 其实我们也应该给它 给它重点啊 重点比如说这个位置 给它重点这个 繁根啊 对吧 重点繁根在这块区域 也是比较好看 真的 然后这边的水井呢 我们用一个 用蓝色把它涂上 对吧 这块区域都是水井 这里面 这块就是水井 然后井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边它的一些绿植 绿植尽量选用这个 脆一点 我这里面就选了 颜色比较亮一点的颜色 里面的几颗竹井树呢 我就给它用 或者我给它涂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包括这里头再给它穿插一点暖色 在里头 会使得这个 整个这个空间啊 更加的阳光明媚一些 然后这几边这两颗这个 这棵树呢 我们就还是选用 相应来说亮一点的颜色 然后这边这个噪音黑松呢 我们就用一个更深的颜色来来去处理它 更深的颜色来去处理它 像这个这边的绿植 我们也选一个 浅一点的吧 但跟这边要有区别 要有区别一些 使得这个空间看起来更加的舒服 然后像这个井石呢 我们也是用褐色 用浅褐色给它处理 浅褐色处理一下 包括像这些呢 我们还是用红色吧 这里面的井墙 对吧 像这边这个井墙 我们用红色 像卡住靠背呢 我们也用的红色表现吧 那这边这一排对吧 包括这个 像里边的卵石 卵石的地方还是用深色 还是用这个黑色来体现 像这个卵石 我这里面就是用的少 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排水 我这里面的目的不是为了排水 而是给它就是说进行一个空间 它材质上的一个整理 一个分割 因为这里面的水 像这种小的院子 可能也可以买管 也可以直接考虑用这个排水沟 如果说用排水沟的话 那么像这两块去卵石 它可能就起到一定的 这个排水的作用 比如说这个下面 我就隐藏着排水沟 但是如果说不用排水沟 我还是用这种管线的话 那么可能像这个就不所谓 那只不过是下方 比如说这卵石下方 我到时候给它做一个落水口 接到这个整体田园当中的排水管 那就可以了 其实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呢 虽然说不大 但是讲的也挺多 实际上这个里边真的是 是比较 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棘手这个案子 因为虽然说小 但是考虑的点太多了 也是比较有挑战的吧 好吧行 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呢 就给大家整理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